欢迎收看金融曼哈顿节目 好 那我们今天指数就开高走高了 那么今天收盘还收在相对高点 好 先看今天大盘是开盘就没有低点 对不对 今天开盘就开高 那开高以后今天就是一路走高 好 收盘的时候指数是高点做收 那上涨了95点 好 在10,798点成交量 今天也放大 对不对 1028亿 那么昨天也谈到这个重点 对不对 因为昨天指数拉回 指数拉回的时候当然昨天是很多利空 对不对 所以通常跌的时候 那看跌说跌的比较多 你看到也都是一些利空 但我昨天就讲说这里就是买点 对不对 下来这里就支撑 有没有 而且我跟你讲最坏就已经过去了 所以就是短线拉回而已 那再来就是一样要往上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说第三季 是很好赚钱的机会 对不对 那么今天是不是一根红黑就起来了 有没有 一根红黑就上来了 那我想要过这个高点很简单 很容易就会过去了 对不对 成交量很放大了 有没有 开始往上 月线和季线 黄金交叉 那重点是现在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多头排列 这就是为了迎接后面真正的行情 对不对 所以之前还没有真的形成多头排列 那这次是真正形成多头排列 就是准备要迎接第三季赚大钱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昨天指数拉回的时候 我就说有很多利空都是在指数跌的时候 看跌缩跌而已 就折降折利 那其实最坏就已经过去了 最坏就已经过了 对不对 所以昨天 当然昨天很多利空讲苹果等等之类的 好 那个其实都是在之前比较坏的假设下 对不对 在之前气氛很不好的时候 说美贸易战打得正凶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种情境下做出来的假设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因为我就跟大家说 其实最坏就是已经过去了 那当然没有马上就完全200%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它就是会越来越好 那越来越好 就表示赚大钱的机会来了 对不对 因为股票本来就这样嘛 股票看的是后面嘛 对不对 后面会比现在更好 对不对 中美贸易虽然不是一天就全部解决 但是它就是会越来越好 所以当然股票就是赚钱的机会来了 更何况今年有很多该涨的还没有涨嘛 该反应的没有反应嘛 对不对 大陆输美关税 对不对 这是今天新出来的消息嘛 对不对 要豁免110项输美的关税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当时的340亿 对不对 340亿 25%的关税嘛 对不对 这就是针对这个东西 好 那么当时是不是从340亿开始 对不对 现在340亿 然后再160亿 然后再2000亿 对不对 25% 25% 25% 对不对 3个部分嘛 对不对 341是第一个嘛 然后再来又160嘛 然后最后来2000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那么我是不是说 不会一次到位 但是会越来越好 会越来越好嘛 现在就从第一个340亿这边 对不对 先豁免掉 25%不要了 对 那你要想当时 私钱不好的时候 行情不好的时候 就是因为340 160 2000 一个一个加上去嘛 就一环接一环嘛 那现在反过来啊 对不对 现在就从第一个开始解套 对一个一个解套 那一开始当然没可能 一开始就全部解套啊 因为一开始全部解套的话 面子上也挂不住啊 对不对 所以当然是一个一个来嘛 就像当时一个一个课嘛 那现在就是反过来一个一个解开 那股票当然好啊 那表示后面的话 就越来越好啊 这是很明白的 这是很明白的 这是很明确的东西嘛 这一看就知道要做什么啊 对不对 就像当时是一个一个加上去 现在一个一个准备要解开 那现在110 110像你说不多 对不对 但是这就是第一个 就像当时340亿第一个 从340亿开始刻关税 现在从340亿开始豁免关税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嘛 就有连环套要一个一个解开啦 对不对 所以我是要把握 其实我觉得行情就是会上去啊 那尤其是第三季大号的股票 那势必要上来 我们看昨天 昨天玉金光创新高 对不对 创新高拉回 所以这里分两部分讲 第一个创新高是合理的 对不对 创新高本来就应该要创新高的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昨天下半场创新高拉回 那我昨天就直接跟你讲 拉回就是买一点 拉回就是买一点 对 我昨天就直接讲 那我也讲为什么 对不对 因为就把短线课洗掉 就把短线课洗掉就上去了 那会非常快 所以我说拉回就是买一点 也没什么低点 对 我就说就这两天 对不对 下来就是买一点 那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嘛 创新高有时候会震荡一下很正常 对不对 加上 之前尤其昨天就短线课多 对不对 那短线课 也没有说是 做短线不是说不好 但是做短线其实有时候 你最后算一算也不见得 能够赚到多少钱 对不对 但是你能够赚一段的 会赚最多 对不对 那么昨天创新高 短线课出一趟 短线课出掉我觉得好啊 他们出掉大概就上去了 那就是要把他们洗掉嘛 对不对 本来就是把短线的 洗掉之后就会上了 那预金光创新高拉回不是第一次的 重点是营收是非常好 对不对 六月的营收是相当强啊 对不对 六月营收上去嘛 那七月又更强 对八月又更强 所以我说如果只是强六月一个月 那就算了 但是七月比六月还强 对你后面还有力多 然后八月比七月强 所以下来是买点 所以拉回就跟你说没什么低点 就这样子了 再来一样会创新高 对 我们看今天的预金光 今天也就没低点了 对不对 今天开盘开高 开高走高震荡越走越高 收盘涨14.5元 那其实要创新高也很快了 对不对 要这个已经要创新高是 那%很小耶 就一点点就创新高了耶 对不对 就再两三%就创新高啦 大概三%左右啦 就一样要创新高了 所以我跟妳讲非常快嘛 就跟你说拉回去买点啦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后面非常好嘛 来六月份的话8.581 月增22%年增46% 这数字其实算漂亮 但更漂亮的是七八月 七月份上看12到13亿更漂亮 八月份比七月份更高 对不对 那就是因为抢下Apple后镜头的新订单嘛 那抢下新订单当然就是最大利多啊 预金光这么多年来 它之前的高点在590几块嘛 那还没有后镜头耶 对不对 那有后镜头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所以前面的高点也不会是高点吧 对不对 因为后镜头的ASP 是前镜头的好几倍耶 前镜头的好几倍耶 所以拿下后镜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个很重要的利多 对不对 因为一降到这个之后 那是整个完全不一样啦 ASP就多了很多啊 对不对 你就是进到最核心的东西嘛 就好像当时大利光为什么能够一路这样子 对不对 从当时的一两百块 两三百块 四五百块 八九百块 一千块 两千块 三千块 四千块 五千块 六千块 为什么可以这样上 也是因为后镜头啊 因为后镜头第一个门槛高 第二个ASP高嘛 对不对 毛利也高啊 所以打入后镜头就是最大的利多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一定要上了 而且这后镜头可能还不止一个喔 对不对 应该是两个已经过认证了 那一个应该独家 那另外一个也是啊 另外一个虽然不是独家 但是也是新东西 所以这次抢下苹果的后镜头 这就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大突破嘛 而且前镜头也增加啊 对不对 前镜头现在是又多拿了又进通过认证嘛 所以它其实通过认证的比去年多很多耶 对不对 后镜头拿到前镜头也增加 对不对 也增加一个嘛 而且现在前镜头本身4P又变5P 所以是对不对 科数增加 科数里面的乘数也增加 然后前镜头增加 后镜头也增加 所以第三季大爆发 第三季大爆发 所以你说六月的营收是很漂亮 不过七月更漂亮 那后面就是准备七月的利多嘛 第三季大爆发的利多 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啊 对不对 不然18.8亿的过场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过 对不对 这是这么大手笔的准备要过场 就是因为在手订单非常多 通过的认证也非常多 苹果的通过认证 车载也通过认证 大陆的通过认证 对 所以当然要涨 有没有 其实是不是很轻松 今天就直接上去了 来 那么今天收盘的时候涨14.5元 准备要创新高了 那我刚刚讲到那个逻辑 那其实这就是有没有 之前没有后镜头 现在拿下后镜头就是非常大的里程碑 那我觉得这就是让你赚大钱了 因为前面当时没有出后镜头的时候 也一样是500多块 600块 所以我觉得这是你要赚大钱就要把握 对 你要赚大钱就要把握 一次就可以直接大赚的机会 所以我就说这行情你一点都不用担心 反正就是会赚钱 只是说现在有时候偶尔会洗一下 创新高洗一下 创新高洗一下就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但是你把时间长一点点 我觉得都会大赚 那其实股票就是要把握赚大钱的机会 对不对 尤其今年上半年很多 该涨的没有涨 该喷的没有喷 对不对 因为川普三不时讲话 然后大陆的事情又造成了有些订单地盐 不过之前有地盐的现在也都要回来了 对不对 也都要回来 所以我说有很多东西会持续往上 该发生还是会发生 对不对 红杰克创新高 今天继续创新高 对不对 一路往上 昨天创新高 今天也创新高 有没有 那么这是上次很漂亮的买点 也公开跟你讲 这是近期的买点 也公开跟你说 那我带你买 带你买 有没有 一定要创新高 所以其实非常容易赚钱 那重点就是说这些都改不了 对不对 这些都改不了了 那所以其实现在的股票有时候 它不一定每天涨停 但是还是可以赚钱 而且我相信会赚更多 还会赚得更多 因为那个增加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强 而且 对不对 现在有很多新的订单 还是之前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你需求本身就增加了 供给又有限嘛 所以这继续是要上去 所以把握好的股票就对了 其实有时候行情涨一点点 跌一点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差 对不对 那我讲一个最重要的方向 最重要的方向就是它会越来越好 那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 你就锁定好股票 对 锁定好股票直接赚钱 就这么简单而已 对不对 当然有很多东西是 人家就真的是有不一样 来科研一样很强 那科研五月 六月的营收是创新高的营收 月增56% 年增150% 那毛利65% 毛利65%的公司一旦营收暴增的时候 获利铁定是大成长 这个获利其实算起来已经比前面 要增加非常多了 然后中央市下面还要更好 下半年五国销售的许可 陆续会进来 新产能第四季投产 那这新产能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产能 因为旧产能是150万计 新产能是1200万计 而且这新产能还不是说 一点一点进来 一点一点进来 是一次就要进来 一次就要进来 对 为什么一次就要进来 因为很多东西都已经排好了 对不对 你手上有这么多订单的时候 当然一次要进来 准备要后面就是完全大方舟 这个逻辑你懂吗 对不对 所以都已经规划好了 那现在营收已经创新高了 那现在营收就已经开始创新高 下半年又更好 那有些东西是 有些东西是有约定量的嘛 所以其实可以算得出来 有哪些东西 后面有哪些订单 所以这个旧厂到新厂 一次它是过了八倍的量 这八倍的量 就是因为后面东西大 所以其实很多股票 很有爆发力的 很有爆发力 所以我就讲说要把握好 对不对 把握赚大钱的机会 对不对 其实股票真的是 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就是要把握赚钱的机会 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等到完完全全确定 已经歌舞升平 非常好的时候再来 那个时候很多股票都飙翻了 对不对 现在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所以就要把握好 那刚开始的时候 有时候它创新高就震荡一下 对那你要会买 对不对 你要知道怎么样把握标股 那我讲还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我都讲最简单的 最清楚的东西给你 对因为我认为 其实有时候它就是创新高会震荡 创新高有时候会震荡 那震一下之后又上去嘛 是不是像昨天郁金光 创新高震荡又怎样 创新高震荡又怎样 它一样会上去嘛 对不对 那你不要再创新高的那个点去买 是不是 你下来就是买点 那你一路这样操作上来 一样可以赚大钱 所以我就说要把握好嘛 所以其实威刚也一模一样 涨价的效应 马上就要开始了 来 这是上礼拜五的时候 有没有很漂亮的买点嘛 那么上去就3块1 涨价效应已经要开始了 那即将要开始 但是新闻都没有讲 所以你也不知道 大家也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涨价效应已经要开始了 低价的库存已经建立了 有没有礼拜五的时候是非常好的 马上就可以赚钱 有没有收盘收最高 来礼拜一的时候一样 对不对 礼拜一样往上震荡走高 礼拜一样是创新纲 对不对 一样继续上 那礼拜昨天一样再创新纲 五十一块六毛钱 对不对 连续三天大涨 连续三天大涨 那今天也是一样上去嘛 今天也是上去吧 对不对 今天也是震荡一下尾盘有没有 尾盘在拉高 有没有 震荡一下之后 来 又被收走了 尾盘又拉高 那我是不是告诉你 涨价效应是最好赚的 对不对 是最好赚的 现在才刚刚开始要涨价而已 是不是三星要带头涨10% 现在海力士也开始讲话了 对不对 没光说也可能要跟进 现在是刚刚开始而已了 对不对 你看到现在会越来越多的新闻 越来越多人告诉你 涨价的时候记得 涨价的时候多出来东西都是多赚的 对不对 涨价的时候ASP上去 毛利上去 营收上去 获利上去更多 那就是谷底班的意思啦 简单讲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你跟上来就可以直接赚钱嘛 有没有 我一开始就告诉你 新的涨价概念股 大家还不知道的涨价概念股 每个人都可以买的涨价概念股 对不对 你买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赚钱 所以我就说把握好标股就对啦 其实这个是 话听起来是好像讲很简单 但真的也就是这样 真的就是这样 对不对 现在是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真的不用想很多 对不对 你也不要想说 有时候为什么昨天创新高 今天震荡一下 震荡一下很正常 对不对 后面就会越来越强 速度就越来越快 股票其实说起来 是最好赚钱的东西啦 讲起来就是这样嘛 那通常 尤其是现在要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当然就把握赚钱的机会啦 所以跟我们一起锁定标股 一起来把握赚大钱的机会了 那么我想每一个买威钢的人 都可以赚钱 对不对 那么现在涨交一下 才刚开始而已 那当然好股票就一起来把握了 把握赚大钱的机会 标股也替你锁定好了 还没有跟上的 马上要跟上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聊 再回来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涨大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涨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涨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最新的资讯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所以其实就把握 后面第三期带好的股票 好 那当然新东西是最好 就是说那么独家的新产品 一定是最好的 对不对 因为独家新产品 第一个它的获利好 然后毛利好 那再来都从无到有的新东西 对不对 从无到有的新东西 其实就是爆发力是最大的 对不对 因为前面也没有反映在股价上 再来可能也没有很多人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种股票就一路要锁定好 好 那么7月开始营收 就会开始一路爆发了 所以就一定要把握 来 这是独家的 苹果天线的订单 那么7月开始大爆发 好 所以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那么这次 苹果的天线订单里面 一共有13个 那这13个里面 在台湾 它拿下了好几个 是非常重要的独家供应商 好 所以其实这也讲到 后面还有5G的填线 也是一样 这后面也是非常大的新的东西 都是全新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做股票就是说 你要把握后面空间大的股票 尤其是后面营收获利要上来的 那大家还不知道的 对 尤其是这种 又整理过正要喷出去的 其实都很容易赚钱 所以我觉得还没有跟上的人 就一定要跟上 对不对 因为前面的话当然 有一些国际的一些纷扰 有的没有的事情 那时候这比较多 对不对 状况比较多 所以很多人在前面的时候 前两三个月 可能会有一些担心等等 我觉得那也算正常 但现在就不一样 现在其实就是会越来越好 这已经很明显了 对不对 这已经很明显了 那一个接一个的状况 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后面 对不对 就要把握赚钱机会 对 所以其实第三季 我觉得第三季是可以赚大钱的时候 这可以赚大钱的 那第三季现在才刚开始 才过几天而已 而且现在还是 刚刚才开始暖身的时候 对不对 那后面就越来越强了 所以我们要把握好 赚大钱的股票 对不对 这获利很好 对不对 获利很好 后面获利更好 对不对 因为营收好 因为后面7月开始营收就爆发 所以获利又更好 那获利又更好 股价要怎样 股价当然要喷出 所以正准备起涨 对不对 还要继续涨 所以就把握好新的东西 那我觉得 其实现在整体来说 是越来越好的情况下 那你当然就是 就要比较积极 把握好的股票就对了 把握好的股票 那当然我觉得 有时候高价股赚起来 是很痛快 所以我才说 这种通常都是 大户最喜欢的 大户最喜欢这种 法人也是超爱 他们也喜欢这种 因为高价股票赚起来都是 就是百元以上在计算了 对不对 是不是都这样 你看郁金光涨座也是这样吗 300多到400多 对不对 再上去后就到500多 等等之类的 每次就是100100 所以其实高价股 很多大户很喜欢 他们很喜欢这种 那其实我个人也很喜欢 因为这赚起来很痛快 那所以这档 来务必要把握 来我们的新的高价 精品标股 记得要把握好 很漂亮的股本 这是标准的标股的股本 这种股本的股票最会标 对不对 最容易分出 对不对 获利的贡献会最大 那法人又会买 对不对 你要是再小再小 法人就不见得好去所了 但是这种最容易 那股本是很漂亮的股本 那又有品牌 而且品牌不止一个 这个法人又最爱了 因为这种都是 这个 重效会很大的 重效会很大的 所以它的获利也非常强 而且还会更强 所以我觉得要把握好 这样的股票 我们的新的高价 精品标股 记得要把握好 那尤其是你喜欢做这种 高价股一次就大赚了 那就一定要更快 因为这种通常赚起来 我就说就很痛快 这赚起来就很痛快 对不对 而且刚刚讲 它获利又好 对数字又漂亮 来看看 说实在话 如果跟国际比价 对比价国际 跟国际比价的话 这空间就真大 对不对 空间就真的很大 这就是倍数实力 跟国际比较起来就这样 这空间非常大 所以其实法人也在锁码 也有人在锁码 对不对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 这也没办法 因为法人也好 或者是大户也好 他们就最喜欢这种 他们最喜欢这种 获利又漂亮又有爆发性 下半年又有成长的 下半年又有新题材的 他们最喜欢就是这种 然后这种股票一赚起来 就是百元以上计算 所以赚起来很痛快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还没有跟上来的话 那来 这就记得要把握了 其实高价股我觉得真的蛮好的 因为它赚钱真的是很好 你看从郁金光 三百多块到四百多块 是什么意思你知道 你买十张的话 这样就差一百 那差一百块 十张意思是一百万 所以我说高价股其实非常好 尤其是那种要爆发的高价股 对不对 后面要大好的高价股 对不对 下半年又有新题材的 获利又会更强的 而且还法人在索码的 就记得一定要把握 好 我们的高价金品标股 就欢迎大家一起来了 这种股本标起来就更会标 那 其实法人索码就看这个逻辑 对不对 那口码就是因为是这样 那我觉得就是在 它还没有喷出去之前的话 记得一定要把握了 那么新的高价金品标股 那这种股票空间就最大 因为我刚刚讲到 高价的股票 它其实就真的是 分出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赚钱 是非常容易赚 所以还没跟上朋友就直接来把握了 那当然 再重复一次 今天一开场就跟大家讲了 后面就是越来越好 后面就是越来越强 所以你就是积极把握赚钱的机会 有没有 现在就先赚钱了 那么上半年你没有做的也没有关系 现在就是下半年这边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好 那么股票会越来越强 那尤其是越来越 回到干扰因素拿掉之后 会越来越强 那标股该喷的会喷得更凶 所以178到年底自己把握了 好吧 这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方案 那当然 有多优惠你打来就知道 反正非常优惠就对了 重点是 把握标股一直赚大钱 演出大筹就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